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迈向成功新生活》一书中的金句摘录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三个敌人 有他们的出现就会阻碍我们 让我们没办法达成自己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好好认识这三个敌人 并且学习如何战胜他们 第一个敌人是惰性 人一旦有了惰性就没有了执行力 很多人都有定了一大堆目标 结果什么都没做的经验 我也一样 而且我是刚起床一看到目标 就想回去睡觉了 所以惰性真的是一个大杀手 就这样温柔地杀掉了你的人生 而且我们毫无防备 第二个敌人是恐惧 每一个人也一定都有恐惧的经验 害怕一些事情而不敢去尝试 就会开始选择逃避 一旦逃避下去我们就变得越来越懦弱了 到最后什么都会害怕 什么事情都做不来 第三个敌人是情绪 世人都会有情绪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 没有办法马上调整情绪的话 那就会错过不少的机会 又或者本来努力很久的事情 眼看就快要成功了 也可能因为情绪的不稳定而失去理智 最后功亏一篑 这三个敌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遇到过 而且是随时随地都会遇到 只是我们遇到了 是否有一套有效的方法 可以协助我们 战胜这些敌人 还是永远用和过去一样的方法 等待求救或逃避 最终的结果还是被他们打败了 打败这些敌人的方法 有很多种 以下是许多国际大师所采用的方法 这些方法非常的简单 而且快速有效 只要我们学会了 再来面对碰上的问题 就能更快迎刃而解 一 改变惰性 近年来常听到鲁蛇这个词 就是输家和失败者的意思 源于英文的loser 而鲁蛇指的书并不是竞争后的结果 而更多指的是惰性 惰性是我们人生中非常大的敌人 因为人一旦产生了惰性就很难去采取行动 最后什么都不做就变成了典型的鲁肥宅 想要脱鲁就该了解惰性改变惰性 那到底惰性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惰性来自于我们过去设定的一些目标 然而这些目标我们没有去达成 长期下来潜意识就会受损 久而久之前意识就被输入了一套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让我们不习惯去达成目标 一旦不达成目标的习惯被建立 我们看到任何的目标都会觉得无所谓 那如果要改变自己的惰性 就必须要有自我驱动力 这个驱动力来自于快乐与痛苦 因为人很自然的会去追求快乐以及逃避痛苦 所以我们只要把快乐与痛苦放大 就能够产生想要改变的意念 例如如果想要运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先放大没有运动会 深的痛苦像是容易生病 容易变肥宅精神不佳 还会因为懒惰而被瞧不起 甚至被人骂是一条鲁蛇 尽可能把没去运动的痛苦发挥到极致 然后再想想 去运动会得到些什么快乐与好处 身体会更健康 也会因为运动而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而拥有更好的人员 常常精神饱满 工作效率变好 同样的把去做运动的快乐放到最大 当我们把痛苦与快乐都放到最大 那接下来就会发挥人的本性 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 自然而然会更有动力的想要去采取一些行动了 二 克服恐惧 说到恐惧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事情 但真相是恐惧是不存在的 它只是一种想象只存在于人的脑袋当中 我有位朋友就非常的害怕蟑螂 但有人就是不怕 这说明了不是蟑螂就会让人害怕 害怕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想法 所有的恐惧都是在意假乱真 虽然说恐惧是一种想法 但是它又会被放大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是否有过因为恐惧 而不敢去做一些事情 到后来一直拖延最后选择逃避的经验 我想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 因为恐惧其实很频繁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怕高 怕火 怕上台 人之常情 恐惧的养分是时间 那要消灭恐惧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养分拿走 它将不再滋生 这意味着恐惧来临的时候 便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 没错 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原地思考没有任何的动作 那只会越来越恐惧 但当我们开始行动时恐惧就越来越小 一旦战胜恐惧便会感到自由 无所畏惧这本书籍中提到一个对于战胜恐惧非常有力量的问句 如果没有恐惧我会怎么做 你的脑袋只能装一件事情 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你所恐惧的 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不是采取行动战胜它 便是懦弱 停滞不前和退缩 往后若我们有恐惧来临时 问问自己 如果没有恐惧我会怎么做 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恐惧背后我们想赢得的结果 专注结果而非恐惧 选择当自己生命的勇者 这将使我们完全自由 3. 调整情绪的三种方法 懂得调整情绪才更有机会得到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而在此我要与你分享快速调整情绪的三种方法 这是世界潜能开发大师安东尼 罗宾所研究出来的 第一个是改变你的肢体动作 我们的心理会影响我们的生理 也就是我们心情不好 感到忧虑 焦虑不安时 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一些反应 像是颤抖 眼神涣散 失眠等等 既然心理会影响生理 那同样的 我们的生理也会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理 也就是当我们有情绪来临时 可以立刻改变自己的肢体动作 所以有些人心情不好 就会到外面走一走散散心 因为肢体动作改变了 你心中的想法就会因此而得到舒缓和平静 第二个方法是改变你的焦点 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实都可以一体两面 并没有对错都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而已 当我们来到一个公园 看到花圃很漂亮 但是旁边却有一根烟蒂 大多数人就会看到那根烟蒂 一旦把焦点放在烟蒂上 就会觉得很脏很乱 虽然旁边有很漂亮的花 它们同时存在 不过有人就是会看到那不好的一面 想想我们所碰上的许多事情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们在公司是不是都看到同事做得不好的地方 看到他的缺点 所以我们工作起来特别的不愉快 但他也一定有他的优点存在的 如果我们去看这人的优点 那也能够发现这人也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每个人每件是只要我们愿意去改变焦点 把专注放在好的那一面 我们看到的都会是美好的事物 心里自然更加的快乐 第三个方法是改变你的提问句 我们脑袋里面其实只能装一件事情 不是装我们想要的就是装我们不要的 恐惧的 而我们的想法就跟我们对自己的提问有关 我们其实无时无刻都在对自己发问 问什么问题 我们脑袋就会去想什么事 大多数的人状态不好 情绪不好是因为他们碰上挫折困难时 他们就会对自己提出许多负面的问句 像是 老天爷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错的总是我 我是不是很差劲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 这些问题一问就会去想 去想之后就会陷入 最后就越来越负面 甚至相信自己就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改变对自己的提问 遇到困难和问题时 可以问自己正面的问句 例如 发生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次的失败我从中学习到什么 接下来我该怎么样才能更好 当我们把问句改成正面的方式提问时 我们自然思考的也就是正面的事情 下次遇到不好的情绪来临或是状态不好时 掌握这三个方法 改变肢体动作 改变焦点 改变提问句 当我们愿意从情绪上尝试改变 我们的生活 甚至我们的人生也在逐渐地改变了 四 离开当下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时 八九 遇到不顺遂 难免都会有负面的情绪 然而一被负面情绪所影响 我们能采取的行动就会减少 所以整理自己的情绪 是每一个人必修的一门课 所谓的离开当下指的是一种心境 而非你动了情绪就当下离开那个地方 虽然这样也是有调整情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当下站的是重要的岗位 那又怎能因为情绪而离开 所以 如果能够先调整内在的情绪 那当然是最好的 用离开当下来调整情绪前 必须要先做一些基本的功课 帮我们的脑袋做一个设定 最少我们要设定两个正面能量的开关 一是过去 二是未来 过去的话 就是回想你曾经发生过最快乐的事情 可能是比赛赢得了冠军 过往的一些成就 或是令你感动的人 事 物 而未来就想一想自己撑过了这个阶段 会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 能力的提升 生活的改变 心灵的成长 那个你认为的成功画面 当我们回想起这些事 找出最有感觉的两个 一个过去 一个未来 每当情绪来临时 回想自己过去曾经成功的一些经验 并想想未来想要的美好事物 就能够离开当下的负面情绪 如此一来便不太会去在乎当下不好的感觉 甚至觉得比起来 负面的情绪显得十分渺小 微不足道 有时候情绪来临时 先暂时离开当下 才更能够让自己活在当下 最后祝你战胜生命中的这三个敌人 往成功迈进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一起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okoshansong.net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